在宪兵队救人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放弃 去法院的路上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我们想得到 日本人他也想得到 所以这一路上 他们一定会加强警戒 而且押送是在白天 从宪兵队沿途到达法院 都是主要街道 行人众多 不利于我们动手 所以最好的地点 应该是在法院 这个江秋宁很有头脑 下一步就是要弄清 法院的详细结构 和开庭当天的警卫安排 这几天我泡在图书馆 你们看我发现一样东西 这是一张店里管线分布图 之前小雪发现在法官休息室的对面 有一个维修房 在这维修房里有一口井 这口井人是完全可以下去的 从这口井可以通到几个街区以外的小街上 这儿安全吗 这条街是一条后街 平时很安静 没什么人经过 所以我们进入和撤退的通道 就是在这条街上 嗯 不错 有了这口井 撤退的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井里空间狭窄 撤退的速度快不了 如果日本人注意到这个井口 那咱们跑不了多远就会被抓住了 这个我们已经想到了 高博 这个需要你出手帮点忙 到大头那弄点炸药 炸药 嗯 我们需要三个爆破点 第一个是在这道门 爆破以后 废墟就会堵住这个门口 这样就会把警卫拦在了这道门的外面 第二个爆破点是这堵外墙 可以误导警卫 让他们通过这个外墙去外面抓人 第三个爆破点就是这个井口 当你们所有人都进入到这个井内以后 引爆炸药 这样就为你们撤离赢得了时间 我和宝珠就会在这个出口接你们 这次做大了 报告天长 请进 明天就是法庭公审了 明天就是法庭公审了 我们是不是按原计划布防 我担心张新桥不出现 陈真雪他们会取消行动 布置下去 明天布防计划不变 我一定要抓住那个杀手 怎么回事啊 你慌什么呀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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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慌什么呀你 对不起啊 真是的 站住 登剑 没有证件不能入内 你必须出示证件 你让我进去吧 你不认识我吗 等我进去了 你和高博 到井口那儿和夏宝珠他们会合 好 哎呀 让我进去吧 你明明认识我的 我只是今天把出入证丢在家里了 让我进去吧 你不要怪我 我只认出入证 哎呀 今天特别 你就不要给我添麻烦了 就这一次 就这一次 赶快回家找找吧 哎呀 让我进去吧 不行 我不能迟到 让我ろ 走 走吧 好 淑宁姐 这位就是高博 高博 您好 来 来 慢点 慢点啊 这是给张老先生准备的 考虑得真周到啊 快 来 报告队长 银河完毕 随时准备出发 尽量抓活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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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紧了 不要紧 站回去 站回去 不要紧 护车 别过来啊 别急 奇怪 我是说路上有伏击吗 怎么一点状况也没有发现 乌鸦嘴 没有状况还不好 你不想活着回日本见老胡辣 你说得对 最好每天都没有状况 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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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往前走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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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退 别起来 说你的 别紧了 再往后退 再往后退 往后退 再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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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犯人押到后身时 严价开守 是 往后退 往后退 不要紧 别起来 往后退 往后退 说要往后退 说要往后退 快点 别起来 退后 你们起来 退后啊 给你的ready 君奶愿 然后进二军 爽分 radio 基于ollen 看到她是一个儿序miş的 啊 走 小黑 高博 我们在下面接你干爹 好 好 高博 太極了 ária 陈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